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來到我們生存接力的時間喔 欸我還站在這裡欸 上一集小白做了什麼 我去看一下齁 我砍砍 我砍砍齁 收集所有樹苗 並蓋出植物園 欸 植物園 樹苗 小白蓋在哪裡啊 這裡嗎 欸 喔喔喔喔 這裡這裡 植物園在這裡 哇喔 啊呦 來看一下 哇他還蓋了一座 一座橋樑欸 啊我們都用飛的啊 還花蠻多時間蓋了這座橋樑 然後我應該要 竟然小白花時間蓋了 我應該要來走一下對不對 這個 沒有 沒有到那個橋樑的空間喔 欸我身上還沒有鏟子喔 這裡 這裡 從這邊 走過去 是不是 喔喔喔喔喔喔 花了很多時間蓋了 結果我們都用飛的 那旁邊這一條 不蓋喔 我以為小白會蓋在這裡欸 好啦好啦 走走過來齁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結果還是要飛啊 可以看到我們的 植物園喔 喔呦 欸 最上面這裡 還沒有撞完是不是 喔喔喔 這裡要做那個喔 那個 欸 不像啊 喔這個 那個 最上面這裡是要種這個的啦 這個 呃 這個什麼 叢林木的 一時想不起來它叫什麼名字 好喔 那 今天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這個喔 探索古蹟廢墟 就這麼簡單喔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多簡單欸 古蹟廢墟感覺也不好找欸 那個 痾 為了找古蹟廢墟 我要先去 先去拿我的刷子 然後 痾 去 有可能生長古蹟廢墟的地方喔 好了 秋風準備好囉 可以 開始 出發了 痾 痾 那個 古蹟廢墟會在哪裡 會在 原始化木林 叢林 然後 山木林 那個 山木林出的機會 我覺得是蠻高的 他所有山木變種 都會出齁 那個 原始化木林 我也不確定 這個是不是原始化木林 我就不在這邊探索了 欸 這裡有 有山木欸 所以 這裡有機會有嗎 痾 欸 我覺得 不好找啊 這個不好找欸 我在這邊 稍微探索一下好了 痾 對啊 這個要怎麼找啊 這個 他 古蹟廢墟在外面 只露出一點點的頭而已 要找到也不是這麼容易的欸 欸 是不是應該要出一個 古蹟廢墟探險家地圖啦 我看完這一片的 山木林 感覺都沒出現 嗯 啊 看來要找古蹟廢墟 真的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欸 我往 我往地圖的這一邊飛好了 我今天就在這 地圖 這一張地圖探索 哎唷 感覺這一片山木林 應該有機會出對不對 嗯更大片的山木林 更難找到的 哎呀 這個在天空上飛 幾乎都看不到啊 沒有下來好好搜尋一下 幾乎都沒希望啊 欸我沒找到 古蹟廢墟 居然發現 雪屋了 啊 有 這個雪屋 欸沒有地下室欸 這個雪屋居然沒地下室 啊 那沒屁用啦 還給你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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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找 到了 喔 好難找喔 我不得不說 真的 超難找了 欸欸我忘記帶 我忘記帶鏟子出來了 超級難找的 好了找到了找到齁 呃我們的目標是 探索古蹟廢墟是不是 好好好 總算可以開始探索了 光找到就快要吐血了 為什麼要這麼難找啊 設計一個 新的結構出來 怕人家探索是不是 搞得這麼神秘有沒有 呃 這裡可以刷刷刷了 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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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染料是不是 喔好喔 我把我刷出來的東西 都放在這裡好了 而且我還想要把整個 古蹟廢墟都挖出來齁 我先挖一顆 石頭出來好了 做一個鏟子 不然 這樣子要搞多久啊 做一個鏟子出來先 把這些 不是的 那個 呃 保留一下 遠古的建築物喔 那個 歷史什麼的 不重要的就 挖掉齁 大規模的 大規模的 考古工作 正式 展開了 喔 唉唷 我現在是 考古學家齁 一層一層的 往下挖 慢慢把這個 古蹟廢墟 全部挖出來齁 然後 在挖的途中 還要小心這種 有可能是 這個 遺跡的 要刷出來 可疑的 歷史 有沒有 刷出來 然後 呃 這些都 不是了嘛 不是的就 都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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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YK 诶 没想到这边会有这么多水诶 我就快要把这个考古现场全部考古出来了 这里成为我最后的阻碍 而且我的稿子 两个稿子都快不行了诶 嗯 诶 嗯 好啦 把那个东西换一换 先回家去一趟好了 先回家顺便修一下我的装备 快不行了 呃 这里 这里是我回家的地方嘛 那一片粉红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家 先回来找村民修我的装备哦 诶 等一下 我们不是有 有 有生怪塔吗 不是生怪塔 那个 安德塔 诶 我应该去安德塔那边 修装备对不对 啊 太远了 算了啦 在这边修好了 在这边修也差不多嘛 这个翅膀快修好了 诶 诶 诶 我的稿子又恢复 焕然一新了 而且我还烧了一些海绵哦 这样子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我 那个 呃 没有 那个什么 那边积水的问题哦 用海绵就处理了 不需要叠一些泥土再挖掉 这么费时费力哦 有工具就要好好善用嘛 对不对 来咯 帮你把水全部吸干净 哇诶 两个海绵 就全部搞定了诶 诶 海绵 海绵比我想象中的 墙好多哦 好啦好啦 挖回来 挖回来 两个海绵就搞定了 这些田泥土再挖掉 不曉得要花我多少时间诶 考古挖掘作业 古迹废墟全部就在我们眼前了 诶 比我想象中的还花时间诶 我原本想说 呃 就把它挖掘出来 应该不用花多久吧 没有啊 挖到的 挖掉的量 超乎我的想象诶 原本上面只有小小的一点点 结果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为了把这个全部开挖出来 挖的土方量 我几乎都有留着哦 一大箱又一大箱 都放在这里了 一大箱又一大箱 然后这边是我 考古出来的东西啦 总共有 六个 六种碎片是不是 诶 不只诶 不只诶 只有七种 我记得 它有八种碎片啊 是不是少了一点啊 还有这个 锻造模板 是不是也有四种啊 诶 嗯 好啦 没有挖到 就 就算了好了 这里都是我 考古出来的东西 就丢在这里 诶 嗯 要带回家吗 嗯 还是就放在这了 我的目标只是 探索 那个 古代遗迹嘛 对不对 好啦 我回去写个告示牌咯 探索 古鸡废墟 顺手 都把它挖出来了 哦 那个 如果我站在这边的话 那个 小白 应该不会知道 我挖在哪里吧 所以 我决定 再 飞回去哦 我的翅膀 诶 我决定 再 飞回去那边 然后 把 东西 藏在 古鸡废墟里 的 其中一个地方 让小白去找 诶 不枉费了 我挖了这么久嘛 是不是 直接把它变成那个 找寻的地方哦 诶 我有带箱子吧 诶 有有有 好 我就把我身上这些 都放进去哦 那个 有地图 小白应该 飞得回来 小白应该有坐坐标哦 应该也不用太紧张哦 好了 我们快飞到了 好了 我就把东西都藏在 这里 应该不会很难找啦 然后 把东西 全部都 卸下来 齁 接着 我们就去 呃 写个告示牌齁 装备 武器 日常工具等等的 我都把它藏在这个 古鸡废墟里了 把它找出来吧 这个相当于我用 一整集的时间 来做这个 恶作剧是不是 真是大费周章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